但您看到是周二的美股表现 道琼指数收盘上涨0.02% 来到历史新高的41,250点 人工智慧的巨头灰达财报 重头戏即将登场了 市场情绪谨慎 美股四大指数是霞幅扬升 道琼小涨0.02% 而苹果即将在台湾的时间 9月10号来举行新品发表会 苹果收盘是小涨了0.3% 而纳斯达克指数收盘上涨了0.16% 收在17,754点 而新登堡是发布了做空的报告 指出了美超围存在会计操纵 未披露的关联方的交易的证据 违反了出口禁令 以及客户流失等等的一系列问题 美超围是一度重挫超过8% 收盘下跌2.6% 而废办指数呢 收盘涨1.1% 收在5153点 科技股涨多余跌 高通上涨了2.6% 挥达上涨1.4% 恩智普得以凌云罗吉博通 收盘是上涨1.1% 而标普白指数呢 收盘上涨0.16% 收在5625点 个股呢是涨跌互建的 淡水核股上涨2.6% 巴西国家钢铁上涨1.3% 而特斯拉下跌1.8% 美国银行下跌0.6% 再看到的是美国期货盘目前的表现 在微软跟特斯拉呢 下跌幅度扩大之下呢 美国期货盘都还是仍然呈现下跌的趋势 而纳指期是跌到了0.4% 提供给您了 再来看到是ADR的部分了 台积电ADR呢 收盘上涨了0.88% 台积电ADR 较台北交易股票溢价15.6% 台积电夜盘期货报价949元 上涨0.42% 而台积电昨天外资调节了5131张 而联电ADR收盘涨0.23% 联电昨天外资调节了1.3万张 排名第十 日月光ADR收盘涨1.66% 日月光昨天外资调节了2516张 友达ADR收盘是上涨了2.3% 友达昨天外资加码了920张 而在昨天呢 台股市开低走低 量缩下跌了55点 中厂是收在22185点失守的时日线 而外资买超的部分呢 是以金控传产为主 再度的是青睐星光金 加码了3.9万张 而也看好呢 永丰金 富邦金 传产则是看好统一 另外呢也加码了 反向ETF 元大台湾50反一大约有1.9万张 而外资卖超的部分呢 来看到昨天卖超了是127亿元 联伍卖 继续卖中信金 卖了8.4万张 而台信金是2.5万张 对于并购的买家跟卖家 外资是用买进卖出来 做不同的操作 而前一天 跳空涨停的群创 外资则是卖了3.9万张 而阳明华航张数各有1.4万张 高股息ETF 富华台湾科技优息00929 还有群艺台湾精选高息00919 也分别卖了2万张跟1.3万张 最后来看到的是昨天的投信 是持续的力挺台股 而且是集中在金融股 中信金呢 是最受到了青睐 联三买 买超是扩大到了8990张 居于买超之冠 买超的张数呢 更是日增2.7倍 也难看到呢 有联电的4731张 长荣行的3578张 以及第一金 华硕 联强 远传 茂联KY 国票金跟世界 接着来看到是今天的财经焦点消息了 中国3A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 走向了全球 法人指出呢 这预示者陆系开发商在PC主机平台上的制作能力正在提高 有利于游戏游戏主机的热销 而台厂联发科出货各式的游戏主机的晶片是渴望可以受贿 接着看到的是快闪进一期控制IC大厂群联 昨天表示呢 上半年的消费性市场的确很不好 但是企业级的客户是有成长的 9月的需求是逐步的回来 并且呢是接获到了美国高容量的企业级的固态硬碟的大单 有望推升2025年的营运 接着看到是生羊的半导体的 赞生晶圆跟薄化晶圆厂生羊半 因应呢客户的需求是加速的扩产 最新的产能规划呢 到2024年底12寸将会达到63万片 2026年底呢是持续拉升到78万片 2028年月产能则是将要上看88万片 而台亚在昨天是召开的法说会 除了宣布旗下呢 新亚将以每股45元登陆新贵 冲刺验证的基亚冠亚 也将在2025年扩大贡献台亚营收 而尽管呢近年扩张的资本支出 折旧贪销压力攀升 导致台亚今年上半年呢 缴出了赤字的财报 今年也难以摆脱 但是随着旺季的循环到来 法人是看好集团明年的营运将会力拼转盈 在8月29日应该可以正式 在新贵市场进行交易 那当然未来再加上 我们日亚集团其实针对台亚 有针对一些策略的布局 在未来的几年 我们会持续进行IPO的作业 台亚董事长李国光宣示 包括旗下做碳化系淡化家的 金亚冠亚以及和亚 将在未来几年发动一波亚加军挂牌热 而这第一炮就是新亚将以每股45元 在新贵挂牌 我们的订单能见度已经超过7个月了 我们已经预计生产出货的战首订单 已经排到明年3月甚至 所以实际上新亚是绝对下半年的展望 是非常热观 同时台亚也在27号法术会上 对第三代半导体前景充满信心 同时也加深对功率半导体原件的投入 台亚本身传统来厂 历年来都看得出来 其实从9月开始是我们一个 比较大量的出货期 8月9月10月会到了一个巅峰 然后慢慢就会再缓和下来 台亚今年砸大钱投资 面临转型震痛期 上半年每股亏损0.21元 下半年想要转正也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年底会有传统 会有年底的台电 配合台电税修的计划 所以在最后一个月 12月份营收会稍微受点影响 不过为了积累长期竞争力 台湾半导体族群也有不少 投入研发转型 导入第三代半导体格外吸睛 我们去年比前年成长了10倍 那本来预计今年应该还可以成长个 可能有两三倍 但是事实上量确实是陆续在增加 可是比较大的压力就是 其实价格跌非常多 环球金吸收中美金 切入8寸碳化系基板 拉高品质求获利 而随着下周即将登场的国际半导体展 第三代半导体也将是亮点之一 记者朱约英 姚颖哲新竹采访报道 继续来关心其他的财经焦点了 网通厂台阳昨天法术会 执行长吴咏卿就表示 随着产品打入了全球25家的营运商 未来贡献营收是渴望超过五成 加上低轨卫星产品开始出货 预期下半年渴望重返成长的轨道 同样是低轨卫星的需求 以胜昨天公布了半年报 上半年税后纯益2.37亿元 EPS是1.41亿元 而展望下半年以胜表示 伴随着伺服器跟低轨卫星的需求续扬 下半年的表现将会由于上半年 法人预估全年的营收 可望重返成长轨道 接着看到是宝瑞的消息 生计股王宝瑞宣布跟新药公司 泰福KY来进行双向的策略联盟 将由泰福发行普通股新股 以1比1换股的方式 来取得宝瑞旗下的宝瑞生计的股份 宝瑞将取得泰福大约30.5%的股权 目标是要让泰福重复转正 接着看到是针对中信金向金管会递件 难叫抢清新光金 台新金的总经理林维俊最新表示 不排除提高换股的比例 同时林维俊以5点的声明喊话金管会 应该要表态优先支持合议并购 而且他强调台新金在两年之前 其实就已经试过跟中信金相似的方案 预抵抑并购新光金 却是遭到了金管会的否决 如果监理的标准一致 两年后的今天金管会也不该统一 新新病又有新变化 在中信金向金管会正式递件 要公开收购新光金 每股高达14.55元之后 外界高度关注台新金的反制措施 台新金下午召开法说 总经理林维俊忠于松口 三家金控都是上市公司 股价波动难免 但是变动环境下还是有机会 重新思考加价 或者是提高换股比例 在这种持续变动很不确定的情形之下 未来的确是有这个可能会调整 我们会在适当的时间 在做适当的调整的规划 把董事会通知 开董事会通过董事的决议 就可以更改我们的换股比例 如果要调整换股比例 等于8月22号双新的董事会讨论案 流程必须再走一遍 而台新金也以五点喊话金管会 请优先尊重合议并购 包括开放敌意并购的初衷 以及敌意并购收购股份 只要买到10% 即可阻挠100%的股权 转换合议并购 违反了程序正义 再者讨论两种并购方式 并行的可行性 与敌意并购方的适格性 且正要讨论中信金抢亲 林维俊也强调两年前 台新金其实早已向新光金 提起了敌意并购 遭到金管会反对 如果监理标准一致 两年后的现在 金管会也不会点头 金管会有对我们的 这个一模一样的一个架构 提出一些质疑 认为用股份作为对价 会有股价的波动 而且希望我们用100%的现金 等等有相当多的质疑 如果是金管会采用一模一样的 监理标准 这次应该是不会同意 中信金控的这个公开收购的申请才对 台新丁态度坚定 喊话金管会需要立场中立 监理标准一致 而金管会也做出了最新回应 那所以也应该就是在9月16号之前 我们就会做出准博的决定 不同的并购的方式 现行都有法律可循 那我们的审查规定 就是依照法律来审查 那过去也有合议并购 跟非合议并购都完成的一个情况 那在我们不同的一个情况之下 去进行相关的审查 我们也都是环扣着 刚才所讲的这几个原则去审查 所以我们不会有做任何的一个预设立场 金管会强调针对合议或者是非合议并购 绝无偏袒的立场 且新兴病与中信金递件 本就适用不同法律 一切以维持金融市场秩序为最高原则 按照规定 金管会最快在9月中 就会有中信金递件的准博结果 也让市场持续高度关注 记者周庭丽 乔大龙 台北测访报导